端午节即将来临 为了让消费者吃到安全又卫生的粽子 卫生局抽烟市售99件相关的产品 结果有三样的腌制蔬菜不符合规定 除了提醒消费者注意之外 更特别邀请营养师教大家聪明选购营养又低热量的粽子 希望民众在还请佳节的同时 也能够吃得健康没有负担 桌上琳琅满目的各式粽子五花八门 不过光是热量就高得吓人 一颗颗小小的肉粽就接近一个便当四五百大卡的热量 因此谈医院营养师建议民众 最好敢用五穀杂粮米取代糯米来提高膳食纤维 并且增加豆制品鱼类及蔬菜的份量 那一般来说我们粽子一天当天 我们只有一餐的一个摄取量 摄取一颗就可以了 那因为粽子它的纤维比较少 所以我们会建议采用五穀粽 五穀杂粮粽的一个方式会比较好一点 可以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取量 那另外呢可以搭配一些豆制品或鱼肉类的东西 或者蔬菜类的一个东西来做一个更换 对我们的健康来说会比较好一点 而为了确保消费者吃到安全又卫生的粽子 卫生局特别抽验各式粽子 馅料和粽叶等相关产品 总共抽验99件 结果有三样腌渍蔬蔬菜 被检验出含有防腐剂本甲酸 以及漂白剂二氧化硫 那我们这次的检验项目呢 包括像防腐剂 漂白剂 杀菌剂 荧光增白剂等等 那其中三件的品质检验是不符合规定的 不合格率是3.3% 好 我们分析违规的原因呢 发现有两件腌制蔬菜 就是包括一件榨菜 一件干中补 所以干中补就是萝卜干 那我们减出防腐剂就是本甲酸超量 那一件淡榨菜是减出漂白剂二氧化硫 超过限量的标准 由于这次违法的产品来源是外线式 因此已经移请当地卫生局处理 同时也提醒消费者在选购粽子的时候 对于粽叶太绿或是闻起来有淡淡硫磺味时 要特别小心留意 购买配料时要注意色泽不要太过鲜艳 或是过白有呛笔的味道都要避免购买 多一份注意就能够买得安心吃得更加放心 中佳台北新闻李依如采访不到